没有人完美 我们只有99.7 爱乐电台FM99.7 数位平台无远福建 好戏登台 请您上座 生生婉约 百转千回 带您追溯昆曲艺术的前世今生 不止有好戏 欢迎收听台湾第一个昆曲广播节目 不止是昆曲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来到不止是昆曲 我是刘家瑜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会延续在今年我们的最大的主题 唐明皇跟杨贵妃的故事 那么在前几集的节目当中 我们飘洋过海来到了日本 今天我们继续在日本来为您寻访 唐明皇还有杨贵妃的踪跡 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兴大学中文系 萧涵珍教授 萧老师你好 你好 我刚才在聊天的时候才知道 您是中文系 但是硕博士在日本拿的学位 是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奇妙的改变 刚好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机缘 那就前往日本来就读 在阅教授当中就发现了 中国文艺对于日本文学的一些影响 非常有兴趣 所以就继续做了这样子的研究 其实我们也很惊讶说 没有想到杨贵妃跟唐明皇居然在日本的不论是文学啊 绘画或是说在他们的文化里头好像占了还小小一点点的地位 对日本的这个杨贵妃的故事 他其实是透过了百事文集传到了日本 那大概在八百三十八年左右 那因为百事文集 白居的作品非常受到当时的贵族阶层的喜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在平安朝廷里面的天皇 他自己都说 我生平最喜欢的就是百事文集七十卷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长恨哥受到了非常多人的注目 所以从贵族开始他们就喜欢了白居易 应该也会对所谓贵族生活 贵族品味以及贵族接触的艺术 慢慢产生了一些连结吧 对 其实一开始他们的关注点 是因为白居易的作品非常的品益净人 那反映了一般的庶民的生活 所以贵族阶层会觉得说 我应该多关心一般的庶民生活啦 那透过白居易的这样的作品 也许可以让我开启这样的视野 后来当然就是随着长恨哥的故事的传播 大家其实比较关注 就是唐明皇跟杨贵妃的故事带来的感动 因此慢慢的就有一些作品 把日本跟杨贵妃的故事做一些连结 那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就是在十三世纪的时候 我们都说杨贵妃她死后之后 到了一个蓬莱仙岛 那蓬莱仙岛在哪里呢 这个十三世纪的作品就告诉你说 蓬莱仙岛其实是在日本的热田 那热田她其实是在 以现在来讲就是在明古屋这个地方 那首先是做了地点上的连接 那地点上连接只有后来到了十四世纪 就更进一步 他们就说 不只是蓬莱宫是在热田 然后沿杨贵妃她都是热田的神明 杨贵妃变成热田人了 对那如果你现在去热田神宫的话 在后面她其实是有杨贵妃的坟墓的 他们就认为说杨贵妃她其实是由这个热田的名神 到了中国去投胎的 所以日本人觉得杨贵妃本来是日本的神 对对对 所以到了中国投胎 后来又回到了日本 对大概在十六世纪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万真版的这样子的故事 他们就讲说 为什么杨贵妃跟热田名神扯伤关系呢 主要是这个日本神明就发现唐朝 国事非常非常的强盛 非常强盛 他们就很担心这个唐朝会来攻打自己 要怎么办呢 那这些神明聚在一起开会 聚在一起开会的时候 就想来想去说 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让唐朝的国力衰亡的话 就没有攻打的危机了 那要怎么样让国力衰亡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君王不早朝的话 就没有 对国力就会衰亡了 所以这个热田名神就化身为杨贵妃 非常顺利的就获得了选中皇帝的喜爱 真的国事就往下走 暗史事乱也发生了 日本就平安了 那等到这个杨贵妃过世之后 她就再回到了热田神宫 继续做她的神明 哇 这个传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趣 所以这个是记载在他们的哪一个文献里 在云州通合上天冤记里面 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 那现在如果去热田神宫 在进去的时候 他们有一些看板上面 也会做这样子的一个记录 就跟你说 我们跟这个杨贵妃是有关联的 哇 原来杨贵妃是日本的重要的护国神仙 可以这么说 那好像在他们不只是文学 在戏剧里头也有把这段故事放进去 没错 在能剧里面呢 其实我们可以找到至少两部左右的作品 都是跟杨贵妃 还有唐明皇有关系的 最相关的 当然就是直接这个名称 就叫做杨贵妃的这个能的作品 那这部作品呢 其实是以长恨歌当作基础 那描述的就是在后段的部分 就杨贵妃过世之后 这个唐明皇派一个方式去彭莱仙岛 来找杨贵妃的这样子的一个记录 那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呢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就这个方式到达了这个彭莱仙岛 那到了之后就到处在询问这些人说 有没有人认识杨贵妃啊 那当地的人都跟他讲说 我们没有听过杨贵妃哦 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叫做玉妃哦 那这个玉妃每天都很伤心 都在怀念他过往的事情哦 所以你要不要去问问看 是不是这个玉妃哦 那这个方式想来想去就决定说 好那就问了一下哦 那玉妃在哪里 玉妃在这个森林当中的 叫太真殿的地方哦 那他就过去了 那真的就是杨贵妃本人哦 那见到了杨贵妃本人之后呢 杨贵妃也非常怀念哦 因为居然有方式来找他 那方式就跟杨贵妃说 我等一下要回去哦 要跟唐玄宗交代 那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证物 我就证明我真的有来见到你哦 杨贵妃就把自己头上的 这个法材就拆下来 就给这个方式 那方式就说 嗯这个是不错啦 可是问题是 这个东西世间上 大家都买得到啊 那我们没有办法证明啊 说这个是独有的 嗯那要怎么办呢 方式说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跟唐玄宗一个 就是只有你们两个人 知道的小秘密哦 那我把这个小秘密 带回去的话 唐玄宗应该就会相信 我真的见过你了哦 那杨贵妃呢 想来想去就跟这个方式讲说 那我就跟你分享 只有我跟唐玄宗知道的事情哦 我们在七月七日的时候哦 那曾经两个人哦 就许下了誓言哦 那这个誓言就是 在天愿为比一鸟 在地愿为连理之哦 这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所以你就带回去吧 那方式就说 好没问题哦 他就打算带着这个法杀 跟这个故事就回去 可是这个很久没有看到 自己的熟悉的人的 这个杨贵妃哦 有没有人知道说 他跟唐玄宗的这些故事吗 所以他就想要把这个方式 稍微留下来一下下哦 他就跟方式说 哎你等一下等一下 不要急着走嘛 那我再跟你说说看 我以前呢跟唐明皇哦 那在这个立山的 这个宫殿里面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来赏花 怎么来游戏呢 所以他就跳起了 尼桑雨衣曲哦 那在能剧的展演里面 他就有这样子的一段舞蹈表现哦 哎这其实大部分 也都跟白居易 《长恨歌》里头是一样的 只有最后那段跳舞 好像在《长恨歌》里头 没有出现 对而且像是杨贵妃的道士名 叫做太真嘛 他的宫殿叫做太真殿哦 是是 这出戏是常常可以看得到吗 还是 好像算是蛮常看到 那DVD也可以 应该是可以找得到 所以我们在YouTube上面有可能 YouTube我倒是没有 就超过 对 所以我就不太决定了 好 这个是关于杨贵妃的能剧 那我在猜 应该能剧里头 不止关于杨贵妃 是不是也还有关于唐明皇的 对哦 这个有一部作品叫做《皇帝》哦 杨贵妃有小小登场一下下哦 那这个故事呢 杨贵妃是负责当生病的人哦 杨贵妃生这种病哦 那唐明皇怎么样都没办法 把它治好 就每天都很苦闹 有一天这个皇帝的面前就出现了 忠贵的鬼魂哦 那皇帝看到就说 哎 你是谁啊 那忠贵就开始自我介绍 他说哦 我是当时科举没靠上哦 那就自杀的一个可怜的亡魂哦 他讲一讲 讲一讲 那这个玄宗就觉得说 啊 好可怜哦 也是个人才哦 怎么死得这么早 那隔天就马上就派人把后葬哦 那在晚上的时候又遇到了这个忠贵的鬼魂哦 这次忠贵鬼魂是来止血的 那忠贵就跟他讲说 杨贵妃生病这么久 那要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病康复呢 我给你一个建议哦 你把一个镜子叫做明皇镜哦 就放在杨贵妃的这个枕头旁边哦 放了之后 当天晚上这个病鬼就出现 这个鬼魂就出现在这个明皇镜里面哦 病鬼 就是这个鬼魂 让这个杨贵妃生病的 那玄宗就拿了剑 很想把这个镜子里面的鬼给刺死哦 可是没有成功 最后是谁来做这件事情呢 是钟馗哦 钟馗拿着剑就把这个鬼给刺死 那杨贵妃就很顺利的就康复了 哦 我很好奇在能剧里头 唐明皇跟杨贵妃他们的装扮 以及这个钟馗的装扮 是跟我们熟悉的戏曲里头类似吗 还是也做了很大的改变 主要来讲的话 因为它是能剧嘛 所以主要的表现舞蹈的角色 它就一定会有带有这个能面具哦 那所以跟我们的就是 一般所看到的昆曲啦 金剧啦 就会有明显的不太一样的地方 在这个部分上 日本人也认识钟馗吗 应该算是认识吧 在故事里面 然后在文艺作品里面 还是会看得到 所以它是只有出现在 他们少数的一些文化的作品里头 并不是民间家喻户晓的一个神 对不对 不是 对对对 作为一个中国的神明的方式存在着 听老师这样讲这两个故事 其实很有趣 不过感觉起来好像能的杨贵妃 他是跟长恨戈里头的关联非常的紧密 但是这个能的皇帝哦 这个故事是哪里来的呢 这个故事一般认为说 就是因为是钟馗在初遥嘛 他的本源可能跟墨西比坛会稍微接近一点点哦 墨西比坛里面就有讲到一个关于玄宗的故事 他讲说这次生病的人是玄宗哦 玄宗呢 他前往这个丽山阅兵哦 从阅兵回来之后就开始生病哦 生病一直都好不了 那有一天晚上呢 他就梦到了 或者应该说他看到 他觉得他看到了 他看到了这个宫殿里面有一大一小的鬼哦 那就在宫殿里面奔跑 那这个小鬼呢 小小的鬼哦 他本身是只有穿着一只鞋子 那另外一只鞋呢 就挂在这个腰带上面 穿着红衣哦 那他手上就拿着这个 杨贵妃的箱带啦 那跟这个唐玄宗的东西哦 就蹦蹦蹦蹦的跑出去哦 那后面跟着是一只大的鬼哦 那这只大的鬼呢 穿着靴子哦 那气势非常的高强的 追在后面 追在后面之后呢 这只鬼很快的就追上了这小鬼 把他抓起来 把眼睛挖出来 然后就把他撕碎 就吃掉了 然后吃掉之后呢 这个玄宗就觉得 怎么会这样子 就问了一下说 你是什么来头哦 那这大鬼就跟他这样说 哦 我是这个钟馈哦 那我是 就是当时考五举的时候 没有就是顺利的 被录用的 那之后我就死掉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呢 虽然我死掉了 我还是要想要守护这个国家哦 那所以我就在这个地方 就帮您抓了这个病鬼哦 那玄宗呢 他醒来了之后哦 那就想说 哇这个真是就受到 就全身突然精神都很好 那他就觉得病都好了 那应该是受到了保佑哦 他就把这个著名的画师哦 这个吴道子就叫过来 就跟他讲这个故事哦 那跟他讲说 你帮我画这个钟馈的画像哦 原本是应该只是他的梦哦 但是吴道子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在描绘的瞬间 好像也看到钟馈的样子哦 所以他就很顺利的画出来 然后这个玄宗皇帝看到 还非常感慨的说 哇 你是进了我的梦里面吗 你画的一模模一样样哦 太厉害了 那所以就认为说 这个抓鬼的这个部分哦 应该是跟梦西比坛的设定 是比较接近的哦 只不过这里头生病的人 就不是皇帝 变成了杨贵妃 对 有些学者就研究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转变 那杨贵妃的这个形象 到底从哪里插进来的 那就认为说 可能跟长恨歌其实有关系哦 一点点的关系啦 那长恨歌里面 我们好像有一句话叫做 视而浮起交无力哦 虽然他原本要讲的 并不是生病哦 可是展露出来的 好像是这种站不稳啊 然后很柔弱的感觉哦 那加上杨贵妃跟这个 唐玄宗感情非常好的长恨歌 其实在很多的日本人的 创作者啦 或者是读者当中 是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哦 所以大家就做了这样一个结合 如果这次生病的是杨贵妃 是这个站也站不太稳啊 然后做也做不太好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 那终回来就好像也非常的合理哦 是是 不过老师刚刚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还有讲到一面镜子 感觉起来那就是好像照妖镜 是不是 对对对 在日本他们也有照妖镜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吗 其实在中日的典籍 去找这个点剧的时候 好像有点找不太到哦 那我们讲到的时候 大部分第一个反应就像您说的嘛 照妖镜 西游记的照妖镜 是印象最深刻的 后来学泽讲说 这个他可能是跟 洞明记这部作品是有关系的 但是东汉的作品 那洞明记里面就有提到说呢 有一种镜子哦 它就可以映照出这些鬼魅哦 因为这个关于照妖的 这个镜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传说 其实在唐朝的时候 已经普遍被认识到了 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就把它放到了 这个故事里面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连结哦 嗯哼是 好醉哦 镜子原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由来哦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中兴大学中文系的肖寒珍老师 那我想聊到这边呢 那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哦 我们就来欣赏在长生殿 情悔这一折当中的一段唱段哦 三仙桥 那这段唱段呢 其实他讲到的就是 杨贵妃在死后 他感怀他这一生的 所经历的这种种哦 心中有许多的一些话 一些忏悔 这也是他成仙之前 一段非常重要的唱段 但是在舞台上面 我们很少有机会听到 这里我们就来欣赏 由苏州昆剧院 王芳老师所带来的演唱 歌曲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文华atter 李宗盛 氏itz 游泽 曲来诸葩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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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音乐 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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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哦 哦 哦 沙海是帝 帝西 一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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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七八 一七六 一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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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七八 一七八 一七七五 一七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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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你爱你 我爱你 想她 啊 生哪种 啊 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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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断变一世 谁在此一样 我偷著眼花長 你 你咋咋去 靠悲走 我爱后 我爱后 水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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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深 水深的水深的水深 水深的水深的水深的水深 水深的水深的水深的水深 水深的水深的水深 水深的水深的水深 刺青的 这样子一个风潮 英雄要刺青的这个风潮 因为非常受到喜欢 所以书商就建议这个剑布林珠 不要叫什么吉野物语 感觉不太好卖 你叫做本朝水浒传吧 本朝就是自己的国家的朝 就是日本的水浒传 整体来看过了 目前的作品留下来的部分的话 就会发现说 好像跟水浒传长得不太一样 但是就是如果说是地方势力 努力的来对抗中央势力 这一点的话 勉勉强强算是有一点点关系了 所以也是一些英雄传奇的故事 可以这么说 那这个水浒传里头 他为什么又会跟唐明皇 还有杨贵妃有关呢 这可能就要扯到了两个角色 一个就是藤原青川 那另外一个人叫做阿布仲马绿 这两个人是浅堂师 浅堂师 就是派去唐朝的使者 对对 他派去唐朝做学习的这个使者 那这个藤原青川 他在完成了他的唐朝历险之后 打算要回国 结果没有想到 他在回国的途中 就遇到了海南 那就一路漂流 那就到达了这个四川 这个时候就遇到了好人救他 海南会漂到四川 没错你太厉害了抓到重点了 怎么想好像都漂不到四川 我每次上课上到这个部分 就会自己吐槽一下说不知道怎么漂的 他遇到了好人叫做杨蒙 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 他是杨贵妃的伯伯贝 杨蒙就跟他说 没问题我就帮你禀报皇帝 禀报皇帝那就帮你再重新准备 新的船只让你能够逃亡 原本应该到这里就很顺利就可以离开 就刚好遇到了安时之乱 这个杨贵妃快要被处死了 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杨蒙就跟这个藤原青川说 不好意思 你可不可以就多带一个人 带我的侄女去逃难 不然他就要死掉了 青川想说 好啦那没问题 我就帮你带走 于是他们就买通了这个马服 就让这个马车就压过杨贵妃的衣服 就压过衣服之后 大家就开始就是说着 杨贵妃已经化成尘土了 所以看不到啦 那只粘了衣服 然后就把人给带走了 那带走之后 他们就一起到达了九州 到了九州之后 马上面临的一个问题是 杨贵妃不会讲日文 而且不知道要怎么样照顾她 所以这个藤原青川就先对外宣称 说这是她的妹妹 妹妹因为有口级这个问题 所以不会讲话 不太会讲话 另外就是她就想说 那她来娶个老婆好了 这个老婆的功能就是要负责照顾杨贵妃 好可怜的老婆 结果她就在有一次在河边钓鱼的时候 遇到一个女生 那两个人相谈甚欢 女生也同意说要嫁给她 同意嫁给她的这个 两方孩就讲得差不多差不多的时候 那他们两个人呢 就在河边遇到了全城阿曾婉 全城是 其实统领这个地方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地方的统治者 那这个阿曾婉呢就顺口就问了说 你们两个人怎么认识的 这个青川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就掰了一个故事 他掰了这个故事 我们如果现在去看的话 其实用了日本的古老的神话故事 在日本的古老的神话里面 创世神话里面就讲到说 有两个神明 一个叫做焰火火初见尊 好长的名字 你再念一遍 焰火火初见尊 焰火火初见尊 一个叫做火作勤命 火作勤命 因为太难记了 所以我们就记得 一个叫做哥哥 一个叫做弟弟就可以了 这样比较简单 对 那这对兄弟 他们是天地的就是血脉 所以他们两个 一个人负责掌管山林 一个人负责掌管海洋 所以一个人他的一个特殊的神器 就是一个弓箭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吊针 那弟弟呢 就是掌管了山林之后 非常的无聊 就是有每天就是想要稍微换一下口味 所以就有一天跟他哥哥说 可不可以跟你换你的吊针 他哥哥受不了 后来就戒他一天 结果没想到这个吊针 就被很大只的这个鱼就卷走了 那就不见了 那不见了之后 哥哥非常的生气 所以弟弟为了能够追讨回来 他就到了龙宫里面去 那进行了一些交涉的故事 这个藤原青春 他就把这个故事就改换了一下 就说他自己 因为弄丢了 他哥哥的吊针 那就遇到这个女生 听说很会潜水 然后可以把他拿回来 很显然的就是这个阿曾碗 没有认真的看过日本的传统神话 所以他不晓得 他不晓得 然后他非常的喜欢这个故事 那因为没讲完嘛 所以他就跟这个藤原青春说 很好 我喜欢你的故事 你改天到我家来 讲给我听 就派了人呢 就送藤原青春 还有这个女生回家 这个使者呢 送他们回家的时候 就意外的就看到了杨贵妃 惊为天人 因为太漂亮了 就问了藤原青春 那藤原青春也解释说 这个是我的妹妹 但是因为她不太会讲话 有口级这个毛病 所以不好意思 就没办法介绍你们认识 那使者当然回去之后 就原封不动的 就转达了给这个阿曾碗知道 那阿曾碗就知道说 有个美女的存在 那过了一阵子之后呢 这个热田神宫有个神官 其实是这个青春的旧事 就来找青春 那来找青春之后 他们就怂恿青春说 这个阿曾碗 其实不是一个什么好官 所以我们应该要想办法刺杀她 那刺杀她呢 要有技巧嘛 有什么样的技巧呢 阿曾碗有个弱点 她非常喜欢美女 美女有一个现成的美女在嘛 就是杨贵妃 所以这群人就有一个 很有趣的计谋 他们就训练杨贵妃 来当女刺客 啊 什么 杨贵妃变刺客 对 训练她 而且因为需要让她 做这个行刺的交流 那所以她就要教她学日文 在这个文章 不是学武功喔 武功当然也要学 还要学日文喔 然后那个教授的过程当中 还要教她怎么样 就是做和歌喔 那这个时候 杨贵妃也自己创作了和歌 那这个短歌呢 她创作的这个大家 也非常熟悉叫做在天愿为 比一秒 在地愿为连力 吃个短歌喔 那过了一阵子之后 阿曾婉就邀请了这对兄妹 去她的家里面喔 讲故事啊 那当然也看到杨贵妃 非常非常漂亮 那阿曾婉就表示说 欸 口气这小毛病喔 我可以找人帮你治好 你留下来就可以了 把妹妹留下来 哥哥也留下来 请哥哥帮忙 就是训练这些 游女喔 来上演这个 妮商语仪曲喔 那就在这个 表演这个歌舞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杨贵妃就 按照她们的期待 就拿着这个刀 要刺杀这个阿曾婉 就没有成功喔 毕竟不是这个专长 是 那没有成功的时候呢 这个青川也没有办法 最后就自杀 就死掉了 那谁带着这个杨贵妃逃走呢 就是这个热田神官喔 热田神官就带着杨贵妃 逃出那个危险的地方 她就问了杨贵妃说 那从今之后 你要怎么办喔 杨贵妃怎么说呢 杨贵妃说 我有一个想去的地方喔 叫做热田神宫喔 为什么想要去热田神宫 杨贵妃表示说 我妈妈喔 说她生我的时候 做了一个梦喔 听说我是日本的 热田神社的 生命转世的 那所以既然 我都已经来到日本了 那就一定要去一下 热田神宫喔 就回到了 我原本应该来的 这个地方喔 就刚刚好嘛 热田的神官就带着 这个杨贵妃就离开了 那因为故事之后 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就 目前只能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喔 哇 所以杨贵妃是 热田神宫里头的神明 是从这个故事 开始发生的吗 还是说 她只是因为 曾经有这个故事 所以她最后 让杨贵妃 回到了热田神宫 应该是这个 杨贵妃等于 热田名神的 这个设定 太深植于人心了 所以她就把她 做了这样子的 一个结合 好像杨贵妃去哪里 都不太适合去热田 最好了的 这样的感觉喔 哇 不过真的感觉 好神奇喔 这本 《本朝水浒传》里头 居然杨贵妃 到了日本 而且还变成了刺客 对 真的很难以想象 那刚才 肖寒珍老师 在聊说 《浅堂史》里头 除了藤原青川之外 你还提到了一个名字 阿布众马履 对 这个好像在前一阵子 有一部电影 好像妖猫传 对 我为什么会看到呢 因为电视一打开 就看到阿布宽 那本人是阿布宽的 忠实隐名 原来如此 我还以为 那个人 他是因为阿布宽 所以叫他阿布 就没有想到 历史上真的有这个人 对 真的有这个人 而且还有中国的名字 叫做赵恒 赵恒 对 他其实是 就是日本派去中国的 前堂的 随缘的人员之一 那他到了中国 去进行学习 是个非常认真的人 因为他考上了 中国的科举 哇 这真的太厉害了 那这个阿布宽马履 他后来 中了禁士之后呢 他历经了 玄宗素中 代中山朝 都在这个 中国的朝廷工作 最后也是死在这个唐吐 所以他没有再回到日本 其实在我们刚刚的 这个杨贵妃的故事 有没有讲到 他其实有跟 藤原青川 两个人曾经有搭船 然后要回日本 结果遇到了海南 是 对 那 在真实的故事里面 他最后又辗转的 再回到了 长安 所以他没有飘到四川 他就没有办法再 听说是从安南进去 从越南进去 飘这么远 那就只好就留在了中国 那他本身跟这个中国的这些诗人 可能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王伟啊 李白啊 都是有交情的 那在李白的诗文里面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样小小的记录 李白就有写过一首诗叫做 宋王屋山人 魏万王屋 那王屋不重要 重点是他写的是说 他那时候是身着日本球 昂藏出封城 那就特别注视了一下说 他这个日本球呢 哪里来的 就是赵青 就是这个赵恒 阿布纵马履送给他的 那就特别要标榜一下 说我这个东西是柏来品 阿布纵马履他要回国的时候 王伟其实也有特别写的诗 就是送给他 赵别使用的 这个诗里面就有提到说 这个日本距离这个中国 非常非常的遥远 那这遥远在王伟的心中 有多遥远呢 就好像是乘着马车 要从天使 就是要往天上去行进 这么的遥远 那就忍不住想说 哇如果我们重新之后 就分别的话 那将来呢 不知道还有没有办法再见到 没有 如果音讯还可以在彼此通音讯的话 那该有多好 就留下了这样子的一个记录 那当时其实 那个阿布纵马履他要离开的时候 他倒是蛮开心的 终于可以回家 对对对 他就自己也写了和歌 传说他在回国的这个时间 就大家见习的宴赏上 他是写了和歌留下来 那这个和歌他就在讲说 他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月亮 就好像是他当时离开这个奈良 他是奈良人 他离开奈良的时候呢 所看到的月亮一样 终于可以回家了 就很开心 那这趟的回程 这个当人就遭遇了海难 所以这个海难的消息传出去的时候 其实李白还曾经做了这个 枯燥清衡的这首悲伤的诗 我就想说 哇 这么好的一个人 没有想到就一去不复返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这些文人其实跟他的交集 都还算是不错 那我们刚刚有说到 就是阿布州毛利 他最后是没有办法再回到日本 是 对 然后回到了长安之后 就继续又在这个馆场上 那他自己当然非常怀念几个日本 所以在他之后 其实也有一些作品就会讲说 木义民空在书中笑不全 他说我为这个国家尽忠啊 尽义啦 可是很遗憾的是 我没办法对我的父母尽孝 那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 最终的结果好像就是 没有办法回去 真是蛮遗憾的 这样子的一个结局 其实那这样我就有蛮大的好奇 因为我记得在这个 《妖猫传》的电影里头 他其实有演到阿布州毛利 是见过杨贵妃的 而且那个时候 当杨贵妃可能必须被处死之前 他还有提议说 他要带杨贵妃逃到日本 但是没有被杨贵妃同意 所以我不知道在阿布州毛利 他所留下来的 这许许多多的这些文字里头 有没有曾经跟杨贵妃有关的一些文字呢 以实际上来讲 这两个人的确是有可能遇上的 不过我自己本身没有看到 这方面的记录 可能就留待之后的 其他的研究者来一起发现 这样子的有趣的故事 在慢慢的挖掘 所以大家看完电影以后 不要信以为真 这可能真的就是借了这个人 然后讲了这样子的故事 不过很有趣的就是 杨贵妃对于日本人来讲 他真的是飘洋过海了 所以好像除了京都的泉永寺之外 刚才韩真老师有提到 有一个杨贵妃墓 对 听说就是杨贵妃 他没有死在这个 暗时之乱的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他就搭了船到山口县 那到了山口县 这个山口县的人就发现 有一艘奇怪的船靠近 靠近之后就看到一个侍女在求救 结果就是发现说 里面是一个很尊贵的女性 这个女性是谁呢 是杨贵妃 杨贵妃在这个旅途当中 其实非常的劳累 她其实已经生病了 因为生病的关系 就把她接起来 接起来就进行一些治疗 很努力的治疗 但是还是死掉了 那这些村民们就觉得很可惜 就把她这个买账了 就要葬在这个山口县的 长门市的这个地方 葬在这个长门市 那后来呢 听说这个皇帝听到了之后 觉得非常的可惜 非常遗憾 他还送了两尊的佛像 到这个地方来 那现在我们到达这个 二尊院的这个地方 我们其实可以就是看到 还有就是杨贵妃的木塔 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老师自己有去看过这个木塔吗 没有 也好可惜哦 但是这是就是在当地 现在还保存着 一般的民众 还是可以去游览的地方 对 就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 热田神宫 它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有传说说杨贵妃的木 然后听说这个热田的话 是附近的泉水 如果擦了之后 还会变得肌肤非常的好 就会变成美人的泉水 美人泉的感觉 美人泉 哇从这里真的可以看到 日本人对于杨贵妃 有非常多的想象 是 而且对于她的身世 好像抱以更多的同情 是 好聊到这边 我们下次真的有机会到日本的话 大家可以来找找看 这个杨贵妃木 说不定还可以去摸一下这个泉水 看自己会不会变得更美 好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邀请到中兴大学 中文系的萧涵珍教授 来跟我们分享杨贵妃 以及唐明皇 他们在日本民间相关的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 谢谢萧老师 谢谢 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 最后呢 我们就一块来欣赏 这也是在长生殿当中的一段唱段 这是在长生殿里头的夜院 那这段故事啊 平常在舞台上面也很少演 但它其实是续歌之前的一段小故事 那就是杨贵妃听到唐明皇 跑到梅妃那里去 簇坛子打翻了 非常的哀怨 所以是叫长生殿里头的夜院这一辙当中的 风云会四朝元 我们来欣赏 这是苏州昆剧院 王芳老师所带来的演唱 那么我们再次谢谢萧涵珍教授 谢谢 日本文学跟中国相关的一些故事 其实还没有讲完 所以我们下个星期会再继续邀请萧涵珍老师 继续的来跟我们聊更多的话题 谢谢老师 谢谢 我们下星期见 拜拜 下星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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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星期见